明朝统治了二百多年 原标题 明朝统治了二百多年 智隆唐宋到底拥有多少种雇佣军 从十四世纪中期开始 明朝开始了自己的统治 总计统治了二百多年时间 在明朝漫长的统治中 明朝军队分析了一种统治 非常注意招募雇佣军 从而弥补自己军队的不足 从明朝建立的初期 到明朝灭亡之前 明朝一直保持强大的雇佣军系统 那么明朝到底拥有了哪些雇佣军 对明朝的统治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问题 一 明朝军队中 充施了大量的蒙古骑兵众所周知 原朝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 明朝则取代了蒙古对全国的统治 在退回蒙古草原之后 北原政权一直不断的反扑 组织了大量的军队 侵扰明朝的北部地区 中原地区不采战马 而且骑兵战术也不如北方的草原部落 如果从骑兵战斗力来说 即使是颠崩时期的明朝骑兵 也未必能够达到蒙古骑兵的标准 既然自己的军队存在一 其问题 那自然要想办法弥补 明朝不断地用住宅 耕地 白银等等 招负北方的蒙古部落南下 并且把这些蒙古部落 变成了自己的雇佣军 例如明朝前期的朵延三位 就是标准的蒙古雇佣军 从明朝建立到明朝灭亡 自己的军队中始终充斥着大量的蒙古人 明朝统治的末期 西北地区的驻军中 甚至出现了以蒙古战事为主的模式 除了蒙古骑兵以外 中亚骑兵也是明朝军队非常欢迎的 采明朝统治的中期 伊尔强汉国在西北地区崛起 这个汉国带有浓厚的中亚风格 伊尔强汉国的骑兵 以重骑兵为主 而且已经开始采用火器 明朝的甘肃等地 与伊尔强汉国接壤 两个政权的关系并不算太差 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明朝西北地区的将领 也注意到了伊尔强重骑兵的强悍 处于加强自己军队战斗力的需要 明朝利用丝绸 金银等物品 招抚伊尔强骑兵 在西北地区的明朝 军队中存在着为数不多的 伊尔强骑兵 明朝把这些骑兵组成了一个部分 用于和蒙古军队作战 除了蒙古骑兵和伊尔强骑兵 明朝军队中还有少量的西藏骑兵 也就是当年的土藩骑兵 西南骑兵也是以重骑兵为主 不过 在战术上和中亚骑兵不一样 二 四川土司兵和广西郎兵都是非常合格的战士 在清朝乾隆皇帝推行改土归流之前 中原王朝始终没有真正控制西南地区 因为西南地区的土司们拥有当地的绝对权力 但土司们的势力有限 一般不会主动对抗中央政权 中央政权与西南土司们达成了一种默契 土司们向皇帝效忠 而中央政权不改变土司对地方上的统治 在明朝统治的后期 由于明朝军队的战斗力整体下降 明朝开始动员西南地区的土司出兵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秦良玉的部队 秦良玉本身就是四川地区的一个土司 其下辖的部队擅长使用长矛而且战 斗力强悍 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 秦良玉曾经派遣了一万军队北上入战 结果明朝军队一败涂地 但西南军队的顽强战斗力 给后金军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后金军队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解决了秦良玉派遣的部队 这样的情况并非仅仅出现在四川地区 在明朝嘉靖、荣庆时期 日本沃寇不断地侵扰明朝东南地区 东南地区的明朝军队战斗力不高 连鱼大友、七纪光这样的名将都无可奈何 此时的明朝想到了广西狼兵 并且把大量的广西狼兵调往了西南地区 广西狼兵不属于明朝的正规军 也是雇佣军的性质 虽然武器装备不如倭寇 但狼兵们打仗 还不为死 给倭寇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从这个时候开始 广西兵的战斗力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在对付沃寇的过程中 明朝差距到了沃寇内部的矛盾 开始怂恿一部分沃寇去进攻另一群沃寇 这群沃寇就成了明朝暂时的雇佣军 在明朝军队内部 当时也编入了一些被抓获的沃寇 由于熟悉沃寇的战术 在重金赏赐下 投城沃寇们砍杀自己曾经的战友时毫不留情 三 明朝军队中 甚至有西方雇佣军在明朝统治的中期 葡萄牙人租用了澳门地区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在南明时期 为了阻挡清朝军队的进攻 南明政权甚至雇佣了葡萄牙军队参战 在桂林保卫战中 几百名葡萄牙雇佣军参加了战斗 由于葡萄牙们的火气很犀利 给清朝军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总结一下明朝使用雇佣军的能力 只能用中规中矩来形容 在历朝历代中 使用雇佣军水平最高的是唐朝 能够充分信任雇佣军体现了一个王朝的包容 使用雇佣军水平最差的则是宋朝 宋朝不仅仅不相信雇佣军 连北方投诚的汉人部队都不相信 至于明朝能够充分灵活地使用雇佣军 但没有达到战略布局的高度 雇佣军 仅仅是明朝军队的异动补充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明朝军队的模式和体制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